第二个音 寻 寻或者训 对 两个音 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家长班的学习 我看了现在人不多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上来的 因为我刚才有一个家长好像举手了 詹妮夫家长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今天 有没有今天第一次上来的 到我们这个网上家长班课堂的 还是都是咱们的一直以来的 我看了一下 这个Miggy 他上周有上来过 他在 我知道我知道 他的儿子也在我们 那那个Michelle跟Sophie应该是 Grace 是我姐姐 那这个Jennifer我不知道是 我是Jennifer吗 还是另外一个Jennifer 能方便说一下吗 好没问题 没问题 好的好的 那没关系 不好意思 我点错了 我可能操作还是不太熟悉 没关系 我只是觉得说这个Jenny 我不知道是那个Jenny 就是带我们儿童班的那个老师呢 还是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 没事的 我们一起学习吧 好 行 那就因为是这样的 我就是担心有刚上来的呢 那个不太了解 就是说咱们这个家长班是在做些什么 首先我就把这个视频开开 这个不管有 如果万一有没见过 我反正大概 我就把我的这个视频窗口开着 这样子好像会更加的 大家更加的感觉亲切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家长班呢 我也是简单说一下 我们是家长班 家长班 是以只要是我们弟子规学会的这个 孩子在弟子规学习 然后家长们也要学习 所以就是说这个 家长和孩子一同学习 而开创的 那我们以前呢 是在这个实地学习 那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在网上学习 那我们加拿大弟子规学会 是以这个 弘扬这个传统文化为己任 以弟子规教学为核心 那我们传统文化也包括 乳士道文化的这个精华 所有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那我们呢 这个家长班呢 我现在在带的这个家长班呢 大概有三个内容 一个就是四个内容 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诵这个弟子规 那每天都要读诵 那我们呢 每周呢 我们在家长班群里头呢 我们也会那个 就是每一章呢 我们都会来 在复习 已经第七周了 那因为呢 就是不管 我们经典的学习呢 第一步呢 就是要熟读 弟子规呢 如果我们不熟读的话 我们脑子里就像是 这个仓库里面有东西 那么也学不深入 那即使是听到了好的东西呢 可能一转眼呢 也就忘了 因为它没有放在你的仓库里 所以呢 就是这个熟读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每次来呢 我们就先熟读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三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呢 就是弟子规的这个经文的学习 那一般来说 我们会学习这个两到四个 就一到两个经文 就是一组 那我们大家来互相 可以做一些研讨 分享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会 做那个一个文化课堂 文化课堂呢 之前我们讲过很多 就是比较杂 中国传统文化部分 那包括我们讲过 这个一些中国的绘画 一些人物 一些历史 那么也包括这个很多的诗词 文章的这种欣赏 包括家训等等之类的 那因为这个我们的文化呢 是中国文化是渊源流长 就国大精深 做有很多东西 那么做一些介绍 那再接下来呢 是这个论语 现在目前学习的是 论语这个部分 论语这个部分 我们学习到了第七篇了 我们总共20篇 第七篇了 已经过一年多的学习 也进展到第七篇了 所以如果家长刚刚进来 或者搬到进来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点 不太接得上 到底在做些 讲些什么呢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包括像论语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在讲的过程中 听到有这个觉得 不太容易懂的地方 我还是跟那个弟子不一样 其实回去把经文熟读一下 熟读一下 这个论语读一读 慢慢的就会有很多的理解 我这边也分享一个网站 那么有一个网站叫 中国哲学化电子词典 如果大家到那个网站看 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网站 他对各种学说 他都这个文章 他基本上原文和一些翻译 解释 他在上面都在有 诸子百家 而且他的 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就是说作为一个索引 所以他都很简单 特别适合 就是说我们要快速的 来了解一下 这些文字的意思来用 比方说我现在展示的 这个就是 我们要讲的术尔这一篇 不管怎么说 就是稍微熟读一下 把前面几章几篇读一读 其实就能赶得上 为什么能赶得上 因为论语讲的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中国文化中间最基础的部分 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说不管是弟子归也好 包括我们讲的诗词也好 甚至绘画艺术也好 包括家训也好 其实你仔细读起来的话 就是说他们都是这个孔子思想的一部分 也是那孔子思想是集中体现在论语里头的 所以孔子就是他的这个教学 他自己都说是无道一以贯之 那这个义以贯之里头 他有这个伦理的部分 道德的部分 像孝帝 中树 人意理智 那他也有这个做人的这种 日常生活的这种人生的部分 像命 像这个 这方面的也有这个 这个艺术的文学的这个部分 像孔子有谈到诗经 那孔子自身呢 也谈到这个乐 那这些呢 在我们后代的这个这个 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呢 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所以我们学弟子规也好 学文 传统文化的文化课堂也好 还有学论语也好 看起来是三个不同的事情 实际上呢 它都是一个事情 它都是来让我们能够提升 我们自身的这个修养 从而让我们有所得 那我们有所 这个德呢 就体现在外头就是我们的德行 我们的这个人的精神 然后呢 让我们这个生活的中间有所依据 然后去追寻于这个大道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不同的一种方法 那学习的时候可以慢慢体会 好 然后呢 我再回到那个PPT 那么在这个家长班这个部分呢 我先给一个小通知 就是那个我们那个下周夏令营还在继续 那这两周尤其上一周有很多的互动 下午 那小朋友 那同学们参加的非常踊跃 那我们下周还有啊 周二是我是家务小能手 周三的环境保护 从我做周四是分享对人类有帮助的发明 如果群里面有家长的话 自己的小孩在参加夏令营的话 那么鼓励那个就是我们在群里有接龙 鼓励大家去接龙报名 那让孩子们就是说去充分展现自己的这个才能 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 这是发一个通知 然后之前讲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长们我看现在也不是人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的分享不是特别的多 其实一直都是很欢迎家长的分享 你并不需要就是说我们提出分享 比方说我们在讲的时候 你听到了这个这一个点 你觉得你想要分享一下 你随时都可以插发进来 或者有什么问题 你说我这个我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体会的感受 我都是非常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网络这个部分 有的时候就是不像面对面 这种大家可以互相看到 有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 也不知道就是说 您心中的体位是什么 所以也是非常欢迎大家的分享 那分享这块 我们也有几条原则 跟家长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不谈政治 不评论时事 这个是我们弟子规学会 长久以来坚持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学会 没有任何的宗教背景 所以我们尊重每个家长 每个人的宗教信仰 或者是你没有宗教信仰 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觉得宗教信仰 是你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分享的是围绕着传统文化为主 但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思想 你想分享一些你的一些这种方面 涉及到宗教的部分 那个没有问题 好 然后第三个也很重要 我们在论语中有学到 孔子就是反反复复教界的弟子 就是说我们其实学习的目的 是为了反求诸己 自省无声 叫无日三省无声 对吧 就是我要去反省我自己 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 有没有就是带人不好的地方 有没有不学习 好 那这个呢 所以说我们的在任何分享 分享的就是要结合自新的体悟 结合自新的这个实践 不要拿尺子去量别人 那这个呢 就是不好 第四个呢 就是说也非常欢迎大家分享 关于子隐教育 家庭关系的这个帮助和体会 最后一个呢 就是每次分享的 要把握时间 不要超过五分钟 如果您的讲的时间稍微长的话 比方说到四分钟 我可能会提醒你 会打住 因为有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可能一分享忘了时间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每个人都多多多分享 好 今天呢 就是开篇呢 就是先说这么多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看我们的这个学习 那我们帝子归的学习 现在已经到了信章节了 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记者有两个 第一个呢 这个叫做 那这个字面非常容易理解啊 他就是说任何事情呢 你没有看到真相之前 就是其实真相有时候很难去看啊 但是至少来说的话 就自己要经过认真的研究 有一个确认啊 那如果没有这种确认呢 就不要轻易发表意见 那勿轻言 不要轻易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事情呢 知为地呢 勿轻团呢 就是事情不够了解的 不够清楚明白 这个地呢 就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啊 就是清清楚楚的 自己去调查了 去研究了啊 这个呢 就不可以任意的传播啊 以免造成不良的后果啊 那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 谣言止于智者啊 也就是这个呢 就是其实要 要把一个事情的真相看明白 和一个事情的真正了解清楚的话 他需要就是说 你有这个智慧呢 我自己在想 就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即使我们相信自己看到的真相呢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讲出来呢 这个也是需要智慧的 因为在我们古代呢 尤其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那个我们特别强调一点 叫做 隐恶 对吧 隐恶 扬善 扬善 就是要在这个 别人呢 如果有一些 比方说不好的事情 我们要想办法帮他去 隐藏啊 但是他有一些善的声 就是说 把他宣扬出来啊 那尤其是呢 在这个见谓真物清延的时候 就是 还有知为地物清延的时候 就是不要去 传播这种谣言 因为 我看过 我读那个蔡瑞老师讲的 弟子规里头 就提到一首诗 叫堂堂七尺区 莫听三寸蛇 蛇上有龙泉 杀人不见血 就是现在这种 就是这种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谣言 或者说 我觉得不是谣言 听的人觉得不是谣言 但是你传了之后呢 因为这些言论 可能是涉及到 你的周围的人 那这个实际上这个呢 就对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啊 这个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一言可以 青帮一言可以丧博啊 这个是从大的方面来说啊 那我也在想到就是有那个 嗯 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啊 尤其是这个不管是微信也好 Facebook也好 WhatsApp也好 其实大家自己都有体会啊 我想就我反正我自己的体会是 因为有了社交媒体啊 这个 一个信息的传递速度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那其实我们呃我也听说过有很多次就是有有有朋友说到就是因为社交媒体上一篇文章和一个言论啊 引起了这个家庭的这个这个这个两口子之间和甚至包括子女之间的这种争吵啊 那其实呃仔细想一想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喜怒哀乐和你的判断啊 那这个呢就是呃我们要就是说不是这种就是说像圣人一样哈 我们很难就是说保证说我们不受到这方面的冥想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呃少传一行文章呃总是好的啊 一个专心的读书啊 好 那这个这个记子的我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家长呃有什么愿意去 去分享的或者谈谈自己的体会 好 随时可以插进来啊 好 我们下一个记子是是非疑 勿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 好 那 是不合义理的事情不要轻易答应 如果义气用事呢 轻率表态呢 事到临头才发现不合理 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那就太被动了 这就是这是文字的意思啊 其实这个仪哈 在古代呢 就是说在这里能说这个合适啊 合适呢其实主要是跟什么合适啊 总的有一个合适的标准啊 首先呢就是要看他是不是这个符合意理啊 那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还要看看是不是你力所能及哈 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呢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不一定说是这个事情不合意理 但有的事情呢 就说你可能就呃 力不就说你可能就是说因为你时间的关系或者能力关系你做不到 但是呢你由于就是说呃这个可能很轻率你就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呢你就结果呢你你最后你做不到哈 我感觉这种事情可能在呃普通人身上发生比较多哈 结果做不到之后呢你去做的时候呢发现就是说你你没法就是说兑现你的承诺哈 这个时候你就遭致这种怨就是别人的怨恨哈 这个时候就是叫进退错哈 那如果是这个不合意理的事情呢就更加不能这个轻易答应 有的时候要做的事你发现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做的这个是不对的哈 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呢就是说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哈 那我自己呢就是看那个嗯古代的那个呃书的时候啊 我记得以前讲过一个典故嘛就是其实守诺未必是君子哈 一件事情呢要首先要看他是不是符合意理 如果说你答应了一件事情你一开始觉得他是对的 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件事情呢不不符合这个意理哈 也就是说他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呃要有勇气拒绝哈 有勇气拒绝哈 这个时候谈到孩子教育的时候啊我自己就觉得 呃呃有很多的那个呃在国内啊尤其是在国内 就是有有经常提到就是给孩子一些物质奖赏啊 如果孩子学习好或者某个成绩哈 我觉得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千万不要轻易承诺的 因为一旦孩子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学习跟这个物质跟这个利益挂钩起来哈 实际上这个方向呢就呃错了那将来这个孩子呢可能会走到一个呃 极端哈就是对物质追求的一个极端什么东西都要做一个交换 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方向啊我自己来觉得就是呃认为不要给孩子任何的物质承诺啊就是有一个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有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那个朋友呢有一个小孩大概8岁吧很聪明的一个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呢就是跟妈妈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笔记本电脑啊 因为他呢就等于要在网子电脑上看书嘛 所以他们会让他用笔记本电脑他说那个笔记本电脑呢就太呃呃太慢了 说给换个新的然后妈妈呢就呃张口就说说你把那个新概念4因为他刚来嘛 你要是能背下来我就给你那个呃买一部电脑 那个小孩子呢还很认真啊因为其实新概念4要背下来我我估计得花一年的时间 但他很认真他每天就背一篇 然后每天的晚上就拉着他妈妈然后把那个背一篇小孩子记忆力很强啊 结果呢他就一直背背了大概有将近一个月吧 后来呢那个那个妈妈呢就给他买了台电脑 妈妈给他买电脑为什么等没有等到背完给他买电脑他妈妈呢就给他道歉 他要跟他道歉呢就是说呃首先呢就是跟他说说呢我不应该那个就是呃把你的这个学习哈 就是说我不应该就是说用这种物质诱惑作为你学习的一个动力哈 你学习呢是你自己的事情哈你爱学习呢我特别高兴 但是呢我呢不能够就是说以这个做电脑作为诱惑让你学习 他说他妈妈就跟他道歉说这个是我我觉得是我做的很错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呢第二个呢他就跟他说但是我已经答应了你要给你一台电脑 那你的学习态度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呢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就说我不想把两天挂起勾来 所以我先给你买这电脑你就说就就感谢你的这个呃同时向你道歉哈 啊那就是说但是呢就是说以后你学习呢对吧 你不需要就是说呃我不需要给你物质简历啊 你呢也不需要就是说呃要为了得到什么而学习你就自己学习就好了哈 啊这件这个事情对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哈 我觉得那个妈妈啊还是蛮了不起的 那现在应该过了很多年了啊 孩子大概现在应该是在好像是商学院吧 应该是West University商学院是非常非常优秀哈 那大一的时候就在就在那个呃就是很大的基因公司实习 啊那么我会看到他孩子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学习的一个动力啊 啊另外一个对物质方面呢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个追求啊 好这个呢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哈 所以我对我也是感触非常深呢 好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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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归学习这两个记子 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愿意分享一下呢 嗯 嗯那个魏宜老师哈这两句呢 呃之前我们在学就是看蔡里希老师的那个光碟的时候 呃系讲地址的时候蔡里希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 孩子在学习上面呢一定是要就是说 就他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心就觉得这个学习呢 是我应该去旅行的一个任务 并不是蔡里希老师也讲过就是说 不能够用物质用这个欲望的东西来引诱孩子 然后去学习 之前就是说我们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 就像我之前也有听到一些家长说 呃孩子在家里呀帮忙洗几个蚊啊 或者扫一下地板呢就要给他一个quarter 呀就是两毛五啊或者怎么样 但是呢呃如果没有学过这些圣行文化的 的就是的家长他们往往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手段 就是来来鼓励孩子说哦你要帮忙做家务啊 然后我会给你钱啊怎么样给你做零花钱 那这一点呢后来我就是上了地质规 呃蔡里希老师讲的这个课哇我我我真的是恍然到 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受教的 如果没有在这个就是在学习 如果没有在学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说 呃可能也会不知不觉中被误入的这种就是说 这个错误的这个一个这个现象嘛 后来我也觉得就是听到蔡里希老师这样讲 就深有体会嘛那我像我们家里的孩子呢 如果做什么事情啊他们出多出自内心的 我从来不会是说哦你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啊 我要给你们请啊或者是什么 我也跟他们说该读的你们现在该读书的时候 是你们的读书年龄你们就不要错过这个年龄 而该读书该在什么年龄盾你们该做什么事情 你们就必须要坚守你们的职责去做 你们自己要努力去去学去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而且呢你如果帮家里 你如果帮家里就是说力所能及的做些家务 这个也是说呃这个也是说对于你来说 你也是这个家里的一个一份子嘛 你也应该就是说共同来营造这个家庭气氛 你也应该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要有所付出吧 这是我的一种体会哈 嗯 对好谢谢丽莎老师啊 刚才提到这点也是蔡里老师在那个弟子规里面有讲到一个啊 就是呃信里的话信用啊 还有一个叫信义啊 刚才提到义务的事情啊 呃我这点没有讲 但是在蔡里在信一开始有讲过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人要有信义信义里面就有个义务啊 刚才叫小孩子小孩子分担家务实际上是他的这个义啊 那小孩子呢去履行这个义实际上也是信的一块就是叫信义啊 那这个呢就是传统啊 教育认为这块呢就是属于这个信义啊的一部分 好 好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下来那个呃欣赏一个文章哈 那这个文章呢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哈 比较长哈 呃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我为什么选的这篇文章呢 是因为呃学舒尔的时候突然想想到了最近在学里学了李白的文章 李白的文章啊 又学了这个岳飞和那个 李白的诗又学了岳飞的 哦 那个呃和星期级的诗 那醉翁亭记呢 我们在中学时候都学过这个课本哈 呃我觉得非常美哈 哈 那我们先一起把它读一下 因为有四张哈就比较长 我们大家也就一起读一下 那么慢慢读一下好 醉翁亭记 欧阳修 环除劫山也 其西南诸风 灵鹤有美 望之未然而深锈者 狼牙也 山行六七里 见闻水生缠缠 而泄出于两风之间者 酿泉也 封回路转 有亭亦然临于全上者 醉翁亭亭也 坐亭者谁 山之僧至先也 明知这谁 太守自卫也 太守与客来隐于此 饮少折罪 而年又最高 古字号曰 醉翁也 醉翁之意 不再久 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 德之心 而欲之久也 若福日出而临匪开 云归而言学明 惠明变化者 山间之昭目也 野方发而幽香 家目秀而繁音 风霜高节 水落而石出者 山间之四时也 朝而往 木而归 四时之景不同 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父者歌于徒 行者修于树 前者呼 后者应 勾楼提携 往来不觉者 除人有也 灵溪而愚 西身而愚肥 酿泉为酒 泉香而酒裂 山摇野素 杂然而虔诚者 太守厌也 厌憨之乐 非思非竹 舍者众 义者胜 功愁交错 起坐而喧哗者 众兵欢也 苍颜白发 颓然呼其奸者 太守醉也 太守醉也 以而西阳在山 人影散乱 太守归 而宾客从也 太守之乐其乐 封林音役 名声上下 游人去 而琴鸟乐也 然而琴鸟知山林之乐 而不知人之乐 人之从太守 游而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醉能同其乐 醒能树以文章者 太守也 太守为谁 奴灵 欧阳修也 好 那一斤有诗呢 这篇文章呢 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 我读那时候呢 就是也是 特别 家长们在这边 如果你的孩子 在这个比较小 我觉得跟孩子一起来诵读 不需要去解释任何文字的意思 那就能够让孩子沉浸在这种 这种韵律的这个美当中 那他读多了之后 他慢慢就理解了 那我上节课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们 中国呢 就是那个 在文化的发展当中 我们是宗教化了 政治化了我们的宗教 那伦理化了我们的政治 那又这个文学化了我们的伦理 又人生化了我们的文学 所以我们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读书人当中 他会把这个这个艺术 人生 伦理 政治 乃至于宗教的情感呢 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呢 写东西呢 往往呢 看不清楚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篇文学作品 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篇政治作品 那最典型的像诸葛亮的初诗表 初诗表 对吧 他是一篇政治作品 是一个奏章 但是呢 他的文学含量 文学造诣是非常高的 那追翁亭记呢 他是一个文学作品 可是你在里面看到的呢 我们读下去的话 他更像是也更像是一个政治 一个施政纲领 或者是一个我们叫年终总结 那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读读文中也去欣赏一下 特别能够欣赏我们学论语的时候 一定要欣赏这个 无道义以贯 我们是以四书五经为一道 然后但是我们能够 就是说贯穿各个方面 伦理文学 艺术 人生 乃至于宗教情感 那追翁亭记 欧阳修呢 欧阳修呢 是在这段时间是被贬到出州 出州是在安徽 那安徽呢 他做太守 那但他是从中央被贬下来 因为他参与那个改革 跟范仲岩一起啊 那他心情呢 其实比较郁闷 但是呢 他心情郁闷呢 他仍然呢 就是到了任之后 是认认真真来做这个太守啊 那么他采用一种 比较注重仁义理智啊 关心老百姓生活的这种 施政纲领啊 把这个出州治理的非常好 那么那年呢 正好是个丰收年秋天 那欧阳修呢 带着这个自己的这个官吏 然后和这个还有就是说 周围就跟他去工作的这些部下呢 一起去登山 那么就写了这个追翁亭记啊 那写得非常美啊 但是里中呢 就是说有很大的这个深的这个意义 尤其是就是说里面有他的这个志向 有他的这个理想 有他的苦闷 同时呢 又是一篇政治报告啊 作为一个太守呢 对于他这个区域呢 就是做一些了解啊 做一些这种深入的了解 对于老百姓的民情呢 做了观察啊 他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说去秋游 他实际上在中间也观察民情啊 好 那就是我就从这个文字上面 咱们就快快的过一下啊 他说呢 除州呢 的四面呢 都是山 那么西南面的这些山呢 呃 他的这个山林呢 和山谷呢 是尤其美丽的 远远的旺气呢 也那个林木呢 非常的这种秀丽啊 然后呢 茂密 郁郁葱葱哈 那这个呢 远远望去的这座山呢 就是狼牙山 那是其中的西南正面 其中一个山 然后呢 沿着这个山呢 往上走呢 六七里呢 渐渐的就听到了这个水声哈 潺潺的 然后呢 稍微一转 突然之间呢 眼前出现了这个一条水哈 从两峰之间下来哈 所以用了一个蟹字啊 我觉得这个蟹字非常的美哈 这里面没有写到 就是说我用眼睛看 但是一个蟹字 你知道他是用眼睛看 而不是用这个耳朵听的哈 非常是神来之笔哈 他说呢 这个水呢 从山上两峰之间流下来 这是哪里的水呢 就是酿泉的水 然后呢 峰回路转 转过几道弯 突然看见一个亭子 毅然临于前向 当然那个亭子四个脚 六个脚或者六个脚翘起来哈 像那个翅膀一样哈 所以毅然这两个字啊 一下就把这个亭子的这个形象啊 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啊 有亭在我们的 就是这个四六个脚张开 像那个鸟的翅膀一样的 这样一个亭子 在那个山泉的上面的山崖上啊 山岩上 建造的 建造的 他说这个呢就是醉翁亭也哈 他说这个亭子是谁造的呢 是至仙造的 但这个名字是谁取的呢 其实没有醉翁亭这个名字啊 是他看到这个亭子 给他那个名字叫做醉翁亭啊 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太守呢和我的客人来到这里 我和我的客人来到这里 我呢 这个喝一点点酒就醉了 而年龄呢又最高 所以自己好约醉翁啊 其实欧阳兄到处的时候才四十多岁啊 肯定不是最年长的啊 那么他这里面呢就是觉得 把自己形容成最年长呢 其中是有他的这个道理的啊 他就下面这句话就点题啊 醉翁之义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见义 山水之乐得之心 而欲之久也 他说这个为什么会醉呢 其实不是真醉啊 我们学这个这个论语 学中英都知道啊 我们叫那个就是任何事情 走一个中道不要太过啊 乐而不赢啊 那他不是真醉 他是什么呢 他是醉的恰到好处 为什么呢 就是要能够体会到这个山水的快乐 所以呢 他看到山水他这种快乐呢 他通过喝酒呢 给他体会出来 所以呢 借酒呢 来山水之乐是得之于心 而心中的快乐呢 用酒来体验出来 所以呢 叫酒不醉人 人自醉啊 就是这个酒并不是让他醉的 而是这个山水之景的 让他醉了啊 是这么一种体会啊 好 那接下来呢 他就接着这个上一张 就来体会这个山水之美啊 那欧阳是太守啊 那但是他你看他在这个摆盲之中 他看这个山水的时候 他看的是非常细的啊 他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个山水的快乐啊 那我们在体会山水的看了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看到 其实不是山水本身能够带给人这么多快乐 而是这个看的人本人啊 他的这个心境啊 他的这种心境 能让他就说能够体会到这种山水之间的这个情趣啊 他说就像是那个太阳出来 早晨的时候太阳出来呢 林间的这个雾气和这个露气啊 就散开 然后到了晚上呢 这个云 云重新聚集 而那个这个炎穴呢 就看着黑暗啊 就变着阴暗啊 他说这个呢就是明暗的变化呢 就是山中间的这种 朝暮也啊 白天和黄昏也啊 那这里面用到的出和归啊 都是一种动作啊 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自然界变成了一种 好像是有灵性的啊 日出云归啊 林匪开 严学明 野花发出这种 幽香 然后呢 林木呢 如此的秀丽 然后呢 因为他非常的茂密啊 所以有一片一片的这个林荫啊 那因为是秋天嘛 秋高气爽 然后呢 这个风霜 这个霜露洁白啊 那因为这个夏天已过 所以水呢 呃 不如以前那么多了 落下来 那么水间的石头呢露出来 他说这个呢 就是山间的这个四时变化 那我们呢 早晨去 晚上回来 回来呢 在这山中呢 就可以体会到这个四时 就春夏冬的景色的不同啊 因为我们叫山中 叫什么 山中有四季嘛 是吧 诗里不同天嘛 那他说这个快乐呢 是无穷啊 那写到这里呢 如果说这个看起来呢 是像写一个 好像是像写一个这种 赏景的一篇文章啊 就是中央星是来写赏景的 那其实不是 我们的这个 古代的不管诗也好 这个散文也好 你会发觉他总是有上下两个部分 那前面这个部分呢 往往是景 往往是某种情境 但是呢 真正点题呢 往往是在下半部分 把这个景带入到这个我的心里去 然后点出我心里的感受啊 我们读那个李白的江浸九 也能够体会好 所以一直要就从这边体会 同样的一种感觉啊 好 好 这个呢 才是他真正就是欧阳修 作为太守 他真正所乐的 啊 他乐的呢 是这个景 但这个景呢 如果是他来欣赏 一个人欣赏的话 他不会感觉到乐 他之所以乐呢 是因为 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欣赏 所以接下来他就写 背着担子的人呢 在路上唱歌 大家全都出来秋游了 为什么大家全都出来秋游了 很简单 秋天了 大家出来秋游的原因就是因为丰收了 安居乐夜啊 这个大家感觉到很幸福 所以我们忙碌了 这个大半年的这个人 老百姓就出来 来秋游了 跟着太守一起啊 太守与民同乐 所以他说 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 然后呢 走累了的人呢 在树下休息 然后一家人呢 朋友们呢 呼朋唤游 前面在呼 这个后门 后门在叫前面的啊 这样一种快乐景象 那么老人呢 这个颤颤巍巍的 在路上走 那么大人呢 拉着小孩的手 往前走 在一路上啊 这人络绎不绝啊 这是我出州的人在出游啊 在西边的钓鱼 鱼是那么的肥 用酿泉的水酿酒 泉水是那么的香 酒是那么的清凉 啊 在我们的这个太守的宴上呢 各种野味摆在前头啊 这都是老百姓吃的东西 然后呢 大家一起的快乐 这个快乐呢 并不是那种庙堂之乐 不用弹什么美丽的音乐啊 弹琴啊 搞得很高雅 我们就来一些简单的 我们就去设呢 就是那个头壶啊 古代一种最普通游戏 就是民间很普通 就头壶 头壶呢 大家中了 好高兴 下棋呢 赢了 很高兴 然后大家呢 这个在这种快乐中呢 功愁交错 起来坐下 大声喧哗 所有的人呢 都一起特别欢乐 好 哎 挺有意思的啊 来了一句 苍颜白发 颓然湖 期间者 太守最严 哎 为什么这个太守 他40多岁 他觉得自己苍颜白发 颓然湖 期间者太守最严 哎 他把自己的这种 把那种快乐和忧愁呢 两个东西呢 同时的描写出来了 他看到这个老百姓这么快了 他很开心 但他愁什么呢 因为欧阳修呢 在北宋的时候呢 为什么要他参与改革呢 是因为北宋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他的政治经济都面临很多的问题 他还有很多的外患 所以呢 这些问题呢 就是欧阳修想有所作为 但是呢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看到自己 看到国家呢 有这么多的这种忧患 他心里面呢 其实呢 一直不能够忘怀 那么他虽然现在呢 能够让除州的人民快乐 但是他担心的这种快乐是暂时的 所以呢 在这中间呢 他感觉自己好像 头发都老了 就头发都白了 人都老了 对 在这中间呢 有乐有忧的一种情绪哈 大家记得那个李白的江敬酒 那种豪放啊 能往就是比较收敛的啊 那么他就觉得自己呢 一个是因为快乐 一个是因为忧愁 就好像有点醉醺醺的了 好 以而夕阳在山 人影散乱 太守归 而宾客从也 就夕阳下山了 人慢慢都走了哈 现在游人也基本上回去了 太守呢 和宾客一起往下走 这个时候呢 这个林呢 这个风树林渐渐的按下来了 游人的声音渐渐的没有了 但是呢 这个声音还是很嘈杂 为什么呢 是琴鸟在快乐 好 那下面这一段话呢 是非常非常那个美的哈 也是非常有意境的 他说琴鸟呢 知道山林之乐 都不知道人之乐哈 就是琴鸟的乐 和我们人的乐是不一样的 琴鸟呢 享受山林 但是不知道我们人为什么快乐 人为快乐 并不是因为山林之乐 是因为我生活的这种 安享生活的这种富足哈 能够安居乐业 能够共享天伦之乐啊 这才是人的乐趣 能有这样的乐趣呢 才能欣赏山林之乐 如果没有这种乐 没有这种生活的这种安宁啊 没有这种天伦 他怎么能够欣赏这种山林之乐啊 然后呢 人只从太守游而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趣的 这句话呢 就说哎 这些人呢跟着太守游很快乐啊 尤其是像老百姓哈 但不知太守之乐趣 太守乐是乐的 其实大家记得没有 就范仲淵写过 先天下之乐而乐 后天下之游而游 欧阳修这个呢 跟范仲淵那个是一样 他为什么乐 他是那个先天下之游而游 后天下之而游 我说错了 后天下之游 因为老百姓快乐了 他才快乐 好 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 这种就是这种读书人的一种精神啊 就是范仲淵叫做直接写出来了 但是欧阳修呢 通过尊重拼的表现出来 我的乐 我太守得乐 是因为我能够让天下人快乐 我看到天下人快乐了 我自己处住人快乐 我才能快乐 所以欧阳修自己说 最能同其乐 就是我能 跟他们一起享受这种 朴素的快乐 但是我又能明白 就是作为一个我 一个这种 有志向的 这样一个守圣仙式的人 这样一个做官的人 我能够快乐的原因 好 不是山林之乐 不是能够交游之乐 也不是因为 就是说有一两个 就是说好像 就是说有兵 就是很受人尊敬者 是因为老百姓 能够安居乐业 这样一种快乐 所以呢 叫最能同其乐 这是跟所有人一样 但是我又能明白我的快乐 醒能树以文章者 太守也 太守为谁 如灵欧阳修也 为什么这个像是一篇施政报告 古代的施政报告本身就写的很美 像苏世的奏章 皇帝都是要第一时间看的 因为写的很美 那这个呢 我们说也是一篇奏章 我们宗里面体会 就是我们古代的官 你看我们这些当官的 他们这样一种先天下之忧 后天下之忧 而由后天下之忧 而来的这样一种心情 好 这个就是 我们大家今天比较长 但是希望大家能体会 因为我觉得是很美的 也跟我们接下来讲的论语 这部分有一定的关系 好 如果大家愿意分享 可以分享 我们看一下论语 看这个是不是 应该是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论语 论语呢 这个是原文 因为原文比较容易懂 所以我就不再专门去解释了 我们前面学了那个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 其实我们自己看 我们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我们一起读一下 子曰 我来自考大一句 好 我来自考大一句 好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就很佩服这个孔子的弟子 孔子的弟子 编这个论语的 就把这个论语汇集起来的人 他们真的都是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能够 就学透了这个孔子 才能够就是说 能够把这个论语这样子编排 数而第七呢 是讲述孔子的 是孔子的大部分是孔子的字数 那么前三章呢 其实就把孔子这个人的一生呢 都说完了 对吧 孔子一生都在干什么 数而不做 信而告我 就是把这个传统文化 要承上启下 既往开来 做这样的工作 做以天 以孔子为目夺 就是要做一个大目夺 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然后呢 他的快乐 他的乐在哪里 他的乐就两条 一个就是学习 一辈子在学习不管 第二条干什么呢 把我学的东西呢 去教给别人 把这个文化继续传练一下 就一辈子 就这么快乐 然后呢 他自然有他的忧愁 忧愁什么呢 他忧愁是这个社会 是他的学生 德行 只不修养 学习 不认真学习 然后呢 听到对的呢 不能够改变 做了错的呢 就不能够去改正 这是他的忧愁 跟那个前面我们讲的就是 先天下之交而言 后天下之交而言 是一种情感 一种情绪 那三句话 就已经概括了孔子 所作所乐所忧 他一生哈 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那接下来呢 这句话呢 叫子之厌居 深深如也 夭夭如也 第二句呢 是第二个章是 子曰 甚矣无衰矣 久矣无不复梦见 周公 这两条排在我读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他描写他的一生 宏大的之后呢 紧直落下来 就到孔子的日常 日常什么呢 就是孔子不教学的时候 孔子日常生活中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讲呢 就是我们老 这个以前的 一说起孔子啊 就觉得道貌岸然哈 这个老学究 老夫子的角色哈 孔子不是这样的 就是孔子呢 是一个 非常有情感 生活非常快乐 然后日常生活 非常自如的人 就是能够让弟子 能够让他所有 他身边能够体会到 他的这种情趣 这种快乐 那怎么样去表现 这种情趣 这种快乐呢 那这句话呢 不是孔子写的 是他的弟子写的 用的非常简单的话 就给我们有无限的向往 燕居呢 这个燕呢 就是那个 我们有一个这个燕 这个燕 这个燕呢 就是叫子之燕居嘛 燕居呢 就意思就是平常的 就是比较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不从事公关 不教学的时候 他说这个身身如也 妖妖如也 是什么意思呢 身身呢 就是这个字呢 通那个身 伸展的身 就是孔子呢 人很伸展 很伸展 意思呢 就是很舒展 就是孔子这个人很舒展 舒展就是什么呢 很合唱的 很放松的那种 然后妖妖如也 妖妖如也有两个意思 就是 一个意思呢 就是那个嫩 嫩之发芽 就是很柔软的那种 就是他意思就是跟人打架到时候 应该是那种很 很温和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柔软 不是那种很刚很威的那种感觉 这是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那个诗经中间说的 那个陶之夭夭 陶之夭夭 就是特别茂盛 特别有生命力的样子 好 那你看孔子日常的时候 弟子 观察他的时候 哦 孔子是这样一个人 什么人 就是你跟他待在一起 觉得他能就能够振奋你的精神 然后呢 他能给你带来快乐 那在下面有写过 就是孔子还特别能唱歌 孔子这是第一 看到这个 子在其文少 三月不知若不出乐之为四 也就是指他唱歌 应该还有这个 应该还有这个 哦 对 第三十二章 子与人歌而善 必时反之 而后喝之 这是描写瓶子日常 就是孔子跟人在一起 经常就是随时都是在唱歌 他每天都唱歌 那唱歌呢 唱的好听呢 别人唱的好呢 他一定要别人再唱 然后他呢 就是用那个乐器 或者那个节拍呢 来喝他 那这个呢 就是孔子说的这个 深深深如也 夭夭如也 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讲到 就是说后面 我们我们前一阵 学的像李白的这个 学了很多诗 学了很多话 其实我们呢 你会发觉就是在 孔子呢 就是交给弟子呢 就是你呢 人呢是这样的 我们呢 学仁义理智 但是呢 我们要活出 叫做活泼泼的一段生机 这是曾国藩的话 曾国藩教育 他的那个儿子曾继泽来 为什么叫活泼泼的一段生机呢 就是你要去能够积极的 在这个生活中呢 能够活出一种情趣来 活出一种情趣来 这就是那个孔子的一种精神 传递下来的 那其实你想孔子那个时代 和孔子的这个经历 大家知道就是 这段是已经写孔子大概60多岁了 那孔子基本上呢 他是一生颠沛流离 可是他在这样一种颠沛流离的人生 和这样一种社会当中 春秋这种旅渔崩坏的社会当中呢 他呢 却活得呢 非常的这种积极 然后呢 却心中自有一种快乐 是别人不能够剥夺的 那这弟子呢 用一句话 就把他日常的生活的这样一种状态 表现出来了 那接下来这句话呢 就表现了另外一个方面 那我们在学将近景多时候 直到李白喝酒了 那孔子有忧啊 孔子忧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种情感的抒发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有点像是 孔子 应该是60多岁的时候 或者甚至快70岁的时候 他跟弟子们在一起喝酒 大家知道那时候 孔子已经很多弟子 那有3000弟子 我想至少他有很多弟子啊 在他那个家旁边结路而居 那一起在一起喝酒的时候 孔子有一种感慨 甚意无衰意 他说我已经老了 他说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因为孔子这一生呢 都是以能够恢复王道 恢复周公啊 所立下来的那些礼义的精神 为这个己任的 他是自觉自愿的把它扛起来的 那他当时也说 文王传下来的这些东西 都在我身上 所以呢 当初矿人把他围在那个矿益 围了五天 弟子们都怕了要死 那孔子是一点都不关心 他说如果天章降思文也 天要能 天如果要让这个文化断绝 所以我自然是不能逃脱这个劫 天如果要这个文化延续 匡人其乃我何 这是孔子的一种精神啊 但是孔子呢 他也是一个人 他也有自己的这种心情 郁闷的心情他要表达 所以呢 孔子在这里选择一句话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 就是孔子跟弟子相处 有很多很多次这种真情的 自然的流露 那不止这么一个 但是呢 弟子 弟子们选了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 可能孔子也是在酒后 那么说 哎呀 我的志向呢 是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了 对吧 我已经很久没养中宫了 我的年纪已经这么老 衰老了 那想想就是 在江建宇里边有说 古来圣贤多寂寞 唯有淫者 刘其名 还有那个欧阳秀最功亭记 苍颜白发 推然于其间者太守罪也 就是那种 对天下 对这种文化 对这种国家 不能够就是说复兴的一种忧虑啊 好 接下来这句话叫做 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个智于道 聚于德 异于人 尤于义 好 这句话呢 基本上就是阐述了这个 呃 我们孔子的这个教学的一种 呃 算是一个纲领吧 算是一个纲领吧 那孔子这个教学纲领 孔子呢 他的教学主要是针对的这个 他的弟子都是成年人 这些成年人呢 一般来说他都已经学完了这个 孔子所提倡他们的像经啊 史啊 呃 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这个文字呢 应该是有很深的基础 哈 所以孔子提到这个呢 是针对于他这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大学之道 那大学之道呢 有四点哈 其实呢 呃 这四点呢 如果是通俗来讲哈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叫做 要有崇高理想 啊 我们这个理想就是这个道 第二个呢 就是要有良好品德 再一个呢 要有爱人之心 最后呢 要有 要有这种知识 要有生活情趣 哈 那这是比较通俗的 如果深一点的讲呢 孔子呢 实际上是 呃 有一个大学之道的一个层次哈 那 他说呢 首先呢就是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悉明 在止于至善 我们首先呢 要有一个追求的目标 大家都 对大学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讲了很多次了 那新来的呃 新的家长可能不太熟悉 那么 知之 而后有定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治于道 知道自己未来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才能够定下来 沿着这个道学习 那我们 不通向哪里 永远是往上 永远到至善 虽然说止于至善 但至善在哪里呢 孔子这一生都在追求 从来没有说过有一个终点 但是我们要适于走在这样的一条大道上 这条大道呢 在整个的荣誉里面有所体会 我们就说了 但是就是首先呢 他告诉你呢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大学 就是大人 就是我们成熟的人 我们现在要准备走向社会了 那我们呢 首先就要有一个冲高的志向 这个志向呢 就是大学之道中所说的 然后呢 你有这个志向追求的时候呢 你怎么样去做呢 你首先要建立一个根据地 这个根据地呢 是你心中所能够聚守的 聚守呢 就是你自身德性的修养 那中国古代讲厚德载物 如果你的这个根据地 建的不牢 你外面的这个物 物就是外面的物质 包括你的成就 这些东西呢 会让你承载不起 也就是说有些人 在贫寒的时候 贫贱的时候 或者地位不高的时候呢 是有德行的 但是呢 他地位高了 他财富增加了 他影响力增加了 他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罪犯 或者贪污 或者做出很多的事情来 这个我们见的多了啊 哪怕你做到国家领导人这一级 对吧 为什么呢 就按照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 儒家文化的事情 就是你呢 就是你的德不够厚 你不能承载你所获得的 外部的这种成就 和加给你的这种福报 所以呢 红豆双呢 我们一定要在内心上面呢 要好好的把自己这个根据地建好 每日呢 叫三省无神 克己复礼 好 这个叫聚于德 好 有了志向之后呢 首先在这个上面 聚于德 那么把这个根据地建好之后呢 你在跟外面人 在人与人间相处的时候呢 你外在体现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人 人呢 人者爱人 就是一颗人心 去处理人与人间的关系 家庭关系 子女关系 和所有人的关系 上级下属关系 乃至于管理天下 都依于一个人心 但这个人心呢 不是你外在又去哪个地方又抓了一个东西 它是你的根据地这个德里面 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内外呢 是一体的 然而 但是呢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说 你是往内学 然后呢 外面呢 自然展现出来 所以孔子这个 在维正第二年 对吧 唯正以德 辟如北尘 居其所而纵心控制 对吧 所以这个德呢 是人是德的一个展现 好 然后由于意义呢 就是说 我们光靠这三个东西呢 这属于大道理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要精通各种知识技能 比如说 我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像鱼儿游泳一样 如此的自如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古代 都是学四十五经出来的这些人啊 打仗打仗行啊 做水利做水利行 对吧 有些人去做天文也很厉害 对吧 为什么呢 就在于就是他们都是沿着孔子的条来的 就是当他们需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认认真真地去学它 那由于意义里面还有一个呢 是说还有一点的是说的这个生活的情趣 也就是说你学到这个东西呢 你要 这种人生呢 你要像鱼一样 就是那种自如的游 你能感到鱼的这种快乐 那所以说呢 把我们的这种生活情趣 学习各种各样的这个诗词 歌赋也好呢 把这种生活情趣也培养出来 那道德仁义呢 我们把它融合成一个整体 这是这样一个点 但是呢 孔子没有谈到这个小学之道 那小学之道呢 跟大学之道呢 其实它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仔细看 我们之前不是谈过礼记吗 那礼记这个部分呢 礼记这个部分呢 讲过一个点就是小学的时候呢 我们要熟读啊 要寄送啊 少问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步骤啊 那其实我们讲呢 就是说 千万不要把孔子的任何一个说法 把它僵化了 我们只能去体会 然后去联合的应用 其实从那个后来朱熙在写小学之道的时候 就是想象说小学呢 孩子小的时候呢 你需要给他去建立一个知识基础 比方说这些经典你要去向他去读啊 一定要他熟读 但是并不一定要解释这些道理 因为他还 你如果在他没有熟读之前 给他解释这个道理呢 就像建一个空中楼阁 它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就这些仓库里 每个仓库都是空的 然后你非要把这个建起来呢 就空了 就像我们小时候有时候学习的时候 也讲很多这种大道理 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就是个空中楼阁 到了成年之后呢 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他说这个小学的时候呢 就是要从义上要先下手 就是要把这些文字 这些知识 当然要精选了 要他们去扎扎实实的把它寄出 寄出 然后呢 要让他先去做一些实践 就像我们现在弟子规 弟子规呢 就是一个实践 就是孩子们背着了之后呢 按照弟子规去实践 那为什么要他去实践呢 这个就是撒扫进退 就效地中性之结 什么叫结呢 就是一种结度 让他去做 而不一定要过多的解释 那么他在做的过程中呢 慢慢呢 把这个人 人与人相处 跟家人相处 跟父母相处 跟老师相处 跟朋友相处的 都按照这样一个结度 我们就以弟子规 就按照弟子规的标准来做 那我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标准 会给我带来什么 但是我也做 那做了之后呢 有所得到 我们叫个德是通这个德 大家都知道这个德 古代是通那个就是那个得到的德 有所得到 有所得到呢 而内心有所体会 这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呢 他自然在内心里这种德性的根据地 就建立起来了 那么因为他这样一种 学习的这样一种得到 那么当他这个这个 有这个得到之后呢 他自然会产生一种志向 那这种志向呢 就是一种追求这个 像孔子一样 失误而至于学 至于学什么 就人生的大道 要往上走下去 然后直到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那在小学部分呢 我自己的体会 因为我是看了钱穆先生写的那个 我非常认同 就是说我们去看 这个呢会稍有一点不同 那小学大学这个部分呢 那稍有一点不同 是因为我们小学和大学的基础不同 好 如果大家要是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 可以随时的插入进来 但这个呢 其实道德仁义 这四个呢是并重的 那我们可以说在小学阶段呢 是四个并重 一定要把这四个的 那么义的基础一定要达好 那么等你到了成年之后 如果你艺术达得很好的时候呢 你应该在这个道德人上呢 要多下功夫 多下功夫 好 接下这一章咱们讲过了 自行述修以上 未尝无会 孔子给一条腊肉 给咱们古代的所有的老师 都建立了一套公字标准 就是说我是孔子是博士后 我能收费 博士后的收费标准 不能超过一个肉 那我那天正好看到几首诗 给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看见我们古人的这个情怀 找一下 应该是这个 好 那天正好看到一首诗 就是看到我们的孔子的弟子 怎么样学孔子的 这是南宋的刘克庄 刘克庄先介绍 刘克庄是活了83岁 南宋很有名的一个文人 但他一他一生呢 也做官也能做到这个 应该是上书 也做的挺高 但总体上来的 他试图呢 不是特别的这个好 他又是个清官 所以他回到这个 家乡的时候年纪一大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收入 我们过去的这些官 像他算是说的部长级别了 回去之后呢 依然是这个两袖清风 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人 那个就回到家之后 真是两袖清风 他呢就是教书 他就写了这个 就是跟那个 就因为孔子的规定 就不能收那么多钱 他就写了 短衣穿洁半户空 鎖住毛颜锦避风 九宋经书节目记 横挑史传异能通 青窗灯下颜孤雪 白首山中聚小铜 确献安娼师弟子 子谈论语至三宫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默默的这个学习 然后呢去教这些农村的孩子 就是这些弟子们就默默的就是跟着孔子的理想 就是拿着一条腊肉 然后呢再教这些 咱们古代这些小孩 然后那个圆梅也一首诗 清朝漆黑茅乌半间 茅庐乌半间 猪窩牛圈玉锅连 木铜八九 纵横坐 天地玄黄 喊一年哈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所以我们的这个 古代的这个 咱们的圣贤弟子 学孔子都是学的很认真的 对吧 就是在这种非常恶劣的环境下 传递着我们这个忠孝礼义 这样的人义的这个儒家思想的这种精神 把我们的文化传递下去 那我记得还有那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 弟子规这个张仔 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请盈 为往事记者去为万事开太平 所以我们大家在学习 尤其学弟子规 我们在给孩子教育的时候 自己有感慨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 咱们这个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作为一条主线 因为这条这条思想呢 其实就教的就是孝替中性 或者叫孝替中术 那么他教的这个东西呢 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对外 孝替呢 是家里面一横 这个父子 一个一纵 一纵一横 兄弟 出去之后呢 就是中术 怎么样为人 怎么样与朋友与上下级为人 这个呢 是真正真正是一个做人的根本 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 就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吃的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主食 这个主食呢 就一定要围着的儒家思想的孝替中术 这样一条主线 就是孔子说的无道一以贯之 然后在这条主线上呢 我们尽可以开出各种 各种各样的花朵 各种各样的枝条来 好 第八章呢 我们也讲过 不奋不起 不匪不发 举一意不以三意反 则不复也 这是孔子讲到就是说我教学生呢 学生的主要是靠学生自学 这个呢 我自己的理解呢 也主要是这个 孩子稍微大一点 如果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以这个熟读为主啊 这个因为我们讲过 我们就在这里不讲了 好 第九章 子时余 有丧者之策 未成薄也 第十章 子余是日枯 则不割 好 这个呢 就是跟前面那个就是 吴夫 吴夫剑诸公也是一样的 就是描写孔子的日常啊 你看孔子的日常 我们讲到理啊 弟子为什么去抓这个东西呢 因为孔子说你跟我们 孔子其实跟弟子说过 大家记得孔子说过 你跟我学习的 不是说我嘴里说出来的话 你看我的行为 我的行为中间是没有任何隐瞒的 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自己 反正这么多人感觉真的是 就是说能够做到像孔子这样 就是说觉得自己的行为 任何一言一行 没有任何可以在人前隐瞒的人 我觉得真的是凤毛麟角 凤毛麟角 所以这也是孔子为什么能够成为 这么多 就是说中国古代后来 就是我们都要校学的一个典范 那弟子呢观察孔子的礼 孔子这个礼的还有这个情的一个环节 孔子呢去参加葬礼 如果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呢 他自己的家里人他可能刚刚去世 他在这个宴席上和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就很注意节制不吃饱 就是我与你同心 你因为悲气可能吃不下东西 我呢我因为这个礼 我能够理解你的悲气 我也呢就是说很节制 这就是一种礼啊 我们现在看可能农村有时候就是 我不知道一些葬礼之后都要吃饭 我看大家有时候就好像忘了这个 这个这个葬礼 刚刚过去啊 那吃的很很很欢快啊 那在孔子看来这样是不对的啊 那孔子呢参加葬礼呢 葬礼呢 是一定会哭的 只要亲着他 他会很忧伤 他会和这个就是说 失去亲人的这个人一样的忧伤 那他一天呢都不会唱歌 就是不会再去表达自己快乐的情绪 大家觉得这个是是不是有点过啊 其实呢就是说在当时孔子 这个就是一个礼啊 这个礼呢是发自于人的这个真心的这种感情 如果你真的就是说去你的朋友 你为他和他一起忧伤的话 那么当他忧伤的时候 你自然能够和他一起忧伤 一种真情啊 好 好接下来这一章 这章很有意思啊 你比较长啊 你读一下 子谓言冤曰 用之则行 舍之则常 唯我于而有是福 子路曰 子行三君 则谁语 子曰 抱虎平和 此而无悔者 无不于也 必临世而聚 好谋而成者也 好 这是一段对话 是孔子在上课的时候 孔子特别欣赏颜回啊 孔子这个很厉害 这个对颜回的这个评价 他我觉得他厉害的什么地方 颜回其实是因为他只要一直跟着孔子说 他本身并没有世间展现出任何成就啊 可是孔子通过对颜回的这个一言一行的观察 他就能够对颜回的这个 学到的这个体会和颜回自己自身的这个操守呢 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 所以他 他其实在所有的弟子当中 他认为只有颜回算学到了人的精神啊 学到了他的精神啊 那这里面提到一个点 他就跟颜回说 弟子们都在啊 可能子供子路 子路 然有啊 这些都在 一个大课 他当面话言员 他说那个你我和你啊 他说如果这个社会我们有机会去发挥我们的才能 我们一定会竭尽权利用这些 就一定会竭尽权利去实行我们的道 但如果这个社会呢 没有让我们发挥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没有给我们的机会发挥 我们呢 就安心的退下来 专心的去学习 专心的去提高自己 这个呢就是叫什么呢 这就是已经是叫做不为外物所动啊 这样的境界 我们大家经常会想到都很 在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 尤其是佛家思想道家思想都会提到这种 关于心的这种不受外物所影响啊 那呃 佛家有提到这个如无不动嘛 对吧 这个心呢就如无不动 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受到影响啊 那儒家呢 比较少这样谈啊 但是其实你从这个孔子的这个这个言语里头 你可以体会到就什么叫做 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看 有有有用我的时候呢 我就去行我的大道 没用的时候呢回来 我还是行我的大道 只不过呢就是说 我这个行道的方法有所不同 那这个呢就是我的心不受外物的影响 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没有这种执着啊 你要用我呢 把我退下了我都不高兴 或者说我在下面待着你要用我 我又觉得我要清高 我又不愿意被你使用 没有的 我呢我的目的是积极的入室 有这个机会呢我一定要去做些事情 对这是这是一个点 那孔子原来子贡呢在有一章里头 子贡有问过那个孔子 子贡挺有意思的 子贡就问那个孔子 他说呢有一个这个美玉 放在盒子里啊 要不要卖啊 还是把它藏起来 因为孔子那个时候就是不出事嘛 就是不出去做官嘛 那孔子就是跟子贡也回答一句 他说为什么不卖 他说为什么不卖 那有个美玉嘛 值钱呢为什么不卖 他说我呢是代价而乎啊 你看孔子这种对话很有意思很幽默 孔子跟他说跟子贡说我代价而乎啊 谁有用我 愿意行我的这个道 我是不在乎的 我愿意就是被使用的 好 这所以说这就是看到这个 这个他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孔子呢 他就是其实他就是为天下而又愿意为天下做事情 没有心中没有自我的这样一种境界啊 这个大家可以体会 但孔子说呢 然后呢 严渊呢跟他有同样的境界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子贡听了之后呢 就要反击了 子贡呢 严渊呢 子贡呢他们关系都很好啊 子贡不是说那个 觉得好像有点看有点 有点就严渊有意见啊 你穷的叮当响对吧 这个每天饭都吃不饱 饿得要死这个是面黄鸡瘦的啊 你看你我我最起码还是这个有产的啊 我也而且我武功也很高啊 子录不是这个意思 子录呢 就是他觉得那个这个老师你说严渊的这个才能很高啊 他说我呢军事才能很强啊 这个咱们这个我也是有用武之地的啊 他说他就说了 他说老师对吧 你打仗啊 你总不能带着严渊吧 打仗你对吧 舍我其谁 子录就有这个自信啊 舍我其谁 因为你老是自己跟别人说过嘛 就是说 一个国家对吧 让我去带领三军对吧 我肯定能够做得到啊 就是孔子当跟那个孟姨子说的嘛 对吧 就子录的这个带兵的水平能够当帅才嘛 这个子录呢就教育这个孔子就教育子录啊 其实呢孔子呢在跟子录探讨这个带兵打仗的学问 所以说其实你看通了人呢啊 什么学问都很容易通 这个呢在孙子兵华里头有非常类似的提法 先谋而后动啊 公子说呢 咱们这个打仗啊 抱虎平和 死而无悔 无悔者无不渝 就是说如果呢是这个赤手空拳 靠一身的武力 与这个老虎搏斗 哪怕斗死了也觉得自己死而无悍的人啊 他说这种人呢 我如果要是打仗 我是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共事的啊 他说呢我们打仗呢 一定是这样的临时而去 好目而成者也 一定是遇到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啊 这个要应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心中呢要非常的谨慎 谨慎到什么 谨慎到要非常害怕 然后呢 好目而成 非常认真的去谋划 而希望能够成功的这样的人 我才跟他合作 那这个指的是 就这个话呢 是军事啊 其实是针对任何事情 公子都说了 你不能光脑袋一拍 这种人死而无悍的人是不行的 一定要好好谋划 那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如果你好好谋划了 也不一定就能够成功啊 但是至少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 要有这样一种态度啊 这个呢 这一段站在这里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这也是就是因为 术尔整个是孔子的原型 其实就是 让我们去看看 孔子 哎 这个教学的啊 这个课堂呢 是怎么样一种环境啊 那 孔子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呢 来教育弟子啊 就是都还是有延续啊 孔子肯定他的优点 同时呢 也是不断的就是说希望呢 给他 让他在这个基础上面就是说 再往上走一步啊 好 还是那句话 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有什么呢 就可以直接插进来啊 我就不专门那个 我们看下一条 好 子曰 富而可求也 虽执边之事 无以为之 如不可求 从我所好 好 这一点就谈到了这个富贵的问题啊 我们 学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我自己也学了 就是说有一个误区 也觉得好像追求富贵是可耻的啊 其实孔子对于富贵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他认为这个富贵呢 是由天 也就是说你去求这个富贵呢 你求了半天呢 你未必得得到 有很多的运气 有很多的福报 那么你呢去追求一个呢 完全不一定完全靠自己的东西呢 他觉得呢 这个呢 是一种浪费 但是你得到了呢 如果你是因为就是说 追求这个道业而得到呢 你尽可以安然受之 这是孔子的一个态度啊 所以孔子对这个富贵的态度是说呢 如果这个富贵呢 是可以求到的 可以求到吗 很多人认为是可以求到的啊 比方说很多炒股票干什么 那一定能够求到 那一定能够求到 其实呢 你仔细想想呢 未必 有很多很多人 这个孜孜以求这一辈子啊 依然生活呢 就是说不富裕 所以有些人呢 可能就是说一生呢 并没有就是说真正去 在这方面下过力量啊 但是他的一生呢 就是衣食无忧啊 富足 这种情况很多 对 所以孔子呢 这里面说啊 这就谈到了这个命的问题 就是 他说直边之事无语 他说如果这个富贵呢 是可以求到的 帮人赶车 我都愿意做 这是孔子的观点 孔子不是说富贵不好 而是说求富贵 不对 因为呢这个富贵呢 不是你求就一定能求到的一个东西 你把一生放在一个这样一个上面是错的 如不可求从无所好 第二他就说 既然说我们说富贵由天啊 也就是求你呢 那我们从无所好 那我的好孔子是求这个人 那孔子有说过 这个无私人 无欲人私人之意 那孟子也说过 求人得人 都是说明一点的 就是说我们求这个人也好 求这个得也好 这个东西呢是我求 我就有得 跟外面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 他不是命 他不是命所能够控制的 他是你自己只要求了 你就能够得到的 所以孔子说 我的好孔子自己的好 大家都知道 孔子在一生至于学求这个人道 求这个人生大道 孔子说 你就从你自己的 从你人生真正追求的东西 这是孔子的一个核心观点 那接下来呢 其实还有这方面的 很多解释 我们这里就深谈了 那子之所慎 那这几章都是 这两章都是谈命的 谈一些不能够确定的东西的 那富贵是我们不一定能够求到的 也有些东西是由命决定的 那子之所慎 第十三章 摘 摘 战 吉 这个旗呢 是用摘的摘 摘字 不是念旗 摘 就是祭祀 祭祀的意思 所以孔子呢 有三个事情很慎重 一个是祭祀 一个是战争 一个是疾病 那孔子呢 这是孔子在教学当中 跟弟子来谈到的 就是说 一定要非常的慎重 非常的谨慎 就这三个东西 那为什么这三个东西要非常的谨慎呢 因为这三个东西呢 第一个叫摘 是敬鬼神 鬼神是神明 是未知的一种自然的力量 孔子对于自己未知的东西 永远是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 那我们说这个普通人俗人 往往是刚好相反 他对于自己未知的东西 永远是一种 可能往往会采取一种轻慢的态度 因为我未知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无所不能 那孔子的态度是 对于未知的东西 比方神明的 这个孔子说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人的无法探究的 但是我相信呢 就是三尺 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我相信这个天地的中间 哪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 那我们对它是一种非常慎重 非常恭敬的态度 那战争也是一样 那如果我们说战争也是一样 它是有一种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存在的 那我们对待战争 就是前头那一张字 跟子路说的 我们也是要有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 那疾病同样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所以我们对疾病呢 要非常有一种非常谨慎 非常慎重的态度去处理 那这个呢就是孔子呢 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个简单的体现 好 第14章 子在其闻勺 三月不知肉味 又不涂乐之 至于思也 这就是孔子的音乐方面的造诣了 孔子对音乐方面的造诣应该是非常深的 那么在这个勺 在其闻到了这个勺乐 勺乐是应该是讲顺那个时代 据说是歌颂顺的一个音乐 我也忘了是歌颂顺还是歌颂周恩王 应该是以顺 然后呢 那个时代他就说太美了 美的什么呢 就是三个月吃饭的时候饭里有肉 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个肉是什么味道 快乐是这个样子 这是孔子 孔子对这个可以看见孔子的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之高的 我们在前面一章不有学过吗 孔子对那个乐观说 就是说音乐我是知道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音乐就像那种庙堂音乐都是大型音乐 就有点像那个交响乐 我自己呢就是通过这个看论语 因为我对交响乐不太熟悉 但是我太太喜欢我经常去听 但我就是因为看了论语之后呢 那段话之后才对交响乐有所理解 因为孔子对这个音乐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他知道这个音乐各个乐器之间是怎么配合的 然后呢怎么样达到一种美的境地 然后在这个美的境地上 就怎么样能够体会这种情绪 然后这种情绪之后呢 最后呢音乐呢 就怎么样从这个高潮转入一种这种和谐的一种结尾 最后这个人和音乐呢能够整个的融在其中 那我想他弟子选这一张出来的话 也是就是让我们去看 就是孔子他的这种日常的生活 他是非常有情趣的 那大家可以看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古人 不管是我们看唐朝的这个古人 这个人也好特别是到了宋朝 好像有苏氏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 你会看到这些古人都是非常非常有情绪的 就包括我自己在读那个曾文正宫的那个文集啊 曾文正宫诗朝啊包括他的家书啊 你会看到就是说曾国藩和自己的这个兄弟之间 和自己的这个儿子之间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探讨这个诗词啊 去探讨诗词 去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就是说这种情趣方面的这些修养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这个古人的人生呢 他就是把所有他这个人生东西呢 就是他合在这个一体的啊 这样一种就是精神啊 好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最后讲一章啊 第15章啊 然有曰夫子唯未君乎 此共曰怒无将问之 入 曰 薄夷书其何人也 曰 古之贤人也 曰 怨乎 曰求人而得人 又何怨 主曰 夫子 不为也 这段也是特别特别的意思啊 这是讲了一段对话啊 也是一个情景剧啊 一个情景剧啊 就是那个 我们在这中间发现很多情景剧啊 从中间特别可以体会到这个 这个不光是孔子还有弟子的智慧啊 说那个在魏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晚期了啊 魏林公去世了 魏林公去世了 他的孙子 寄了魏 但他孙子继位实际上是不合礼法的 因为其实应该是他儿子继位 但是魏林公在世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夫人男子 把这个魏林公的儿子给赶走啊 然后呢 这个魏林公去世之后 应该是他儿子的回来继位 但是呢 这个儿子 男子不让他回来 然后就立了他的这个 相当于是孙子 是不是直系孙子 我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孙子辈的吧 就是魏林公的孙子辈的 然后呢 这是不合礼法的嘛 然后呢 那个夫子呢 就是说 那个想用夫子 然后然有呢 就有点担心 男友说这个夫子会不会去啊 因为男友说这个实际上是有点 名不正言不顺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男友也是当时又想回鲁国了嘛 就是向鲁国来这个 来从政了嘛 那就是说 觉得夫子会不会委屈求全呢 他在魏军这边呢 来谋一个职位呢 所以就问 夫子会去那个 魏军那边工作吗 然后去当官吗 子宫说 嗯 我来问问 但子宫呢 没有直接去问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 子宫为什么没有直接问呢 子宫 大家知道子宫的外交才能很高啊 但那个孔子问呢 比如说他去耍什么花招 他实际上是想问呢 就是想看一下孔子的这个理想 孔子的想法 孔子所呃 教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变化 他希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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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来问 所以他进去问那个 孔子 他说老师啊 他说先请教一下 国一书期是什么样的人 国一书期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 原来孤祝国的那个国君的儿子 国一是老大 书期是老三 那当初呢那个他的父亲想把这个军卫传给书期 然后书期呢 博一就知道了 博一为了不让父亲为难 就逃跑啊 然后呢那个这个书期也不愿意 就是说去坐这个位子 也逃跑 两个人一起逃跑了 后来呢去找这个 听说周公愿于善于养老嘛 去找周文王 那个时候是商梦 结果呢周文王去的时候 周文王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呢 他们就去那个刚好周文王准备罚咒 那他们认为就周文王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所以呢就拦了周文王的这个马车 但周文王最后还是罚咒成功了 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样周文王这样做是不符合这个礼意的 所以就不食周素 在守阳山上采胃而死最后饿死了 那是他们俩是以轻啊 以轻注成的啊 那他就问老师对这两个人怎么看 那孔子说古代的闲人呢 就是真正闲着的人 那子宫就说他们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就是最后饿死啊 包括这样做啊 他们内心有没有什么怨恨呢 孔子说他们为什么要怨恨 求人而得人又何怨 他们求人 他们坚持自己的人道 他们得到的人道 又有什么可以怨恨的呢 哎 这就是孔子的精神求人而得人 孔子在后面有讲过说 叫杀身取义以成人 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爱惜生命的 但是生命的这个生死呢 不是由我掌握的 我爱惜生命 我不一定能够就是说 能够保存我的生命 但是呢我们爱惜人 我就能够保留我的人 所以呢孔子在里面说求人而得人又何怨 给他这样一句话 然后呢子宫出来之后跟那个燃友说 夫子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好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著名的话 叫求人而得人又何怨 那还是跟咱们前的那个富贵可怨 咱们讲的话 孔子认为这个求人呢 你就能够得到人 所以呢你有什么可以这个埋怨的 我看一下那个后面有这一句话 好像还有一句 看到这个第三十章子曰 人远忽哉 我一人四人之矣 这就也是求人得人 有何怨的一种同样的一种解释 好 那今天讲的章数比较多 那大家可以从中间体会就是孔子的这样一种 因为术尔篇是就是讲孔子 那我们可以从中间体会孔子的为人 体会我们可以学习孔子的一个地方 好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提出来 好 好像大家也没什么问题 行 那好 因为时间也到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我先说一点 就是我自己在这里面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但这些体会就是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东西 大家听了之后 如果有所得 可能我这个有所帮助 但是主要的介绍这些东西的目的 是为了引起大家的一个兴趣 就是对这个论语 对咱们诸家文化 包括以后的道家文化 就整个我们的传统文化 那的一种兴趣 然后呢 愿意去自己去学习 那不管怎么说呢 最后呢 这个要有所得到的话 一定是自己学习才能够得到 那别人讲给你的东西呢 那往往都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希望能够有这么一点点作用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回去可以要熟读 如果大家论论语有兴趣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说 拿起那个论语的原文呢 就是说认认真真的去读一读 然后读一张读两张读三张 这样子的话 我们慢慢就会有所收获 好 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那我们还是最后呢 我们还是以这个至诚恭敬的心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还是以这个非常至诚恭敬的心 向我们的孔圣仙师三鞠躬 好 那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老师 谢谢魏老师 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魏玉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家长 周末愉快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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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